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你爸爸 你好 先和我们介绍一下 以前就知道Habitat for Humanity 现在好像合併了 可不可以说一些你们的背景或者一些历史 他们在2014年合併 这只是一年前而已 一年前 他们在Brampton 约克区和大多伦多 他们合併了Habitat for GTA 以前只知道 如果多伦多也有十多二十年 也有的 譬如你们有多少人或者组织通常是如何运作的 他们有Head Office 他们在Bramond 其余那些全部都是Frontier 可能全职不多 大部分都是义工 没错 好了 开始一点点背景 义工都有多少人 好像都有一千几百人 义工都有一千几百人 不同的组合 不同的机构 一起做义工 好了 知道背景之后 想知道究竟你们 我们知道是整天帮人建屋的 其实你们做些什么 是帮什么人 是这样的呢 其实我们主要都是帮低收入的人去建 都是要看他们的背景 住那些地方会不会惡劣 环境会不会被困 怎么说可以说 就是安不安全 就是安不安全 或者是四个人一间房 就是比较逼 就是看他们居住环境 家庭收入 然后就看看如何帮他们 我想一定是轮候名单一定很长的 不用说了 好了 其实你们做些什么出来的呢 是建屋 买屋 还是怎样的呢 其实他们是 我们不是交给他们的 我们是帮助他们 他们是二十年 no interest 和no down payment 这么好 先翻译一下 二十年不需要给利息 就是公屋的贷款 又不需要给down payment 就是首次的笔钱 没错 那就很吸引 对某些人来说是很吸引的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是 可以帮他们脱离这个贫穷 贫穷 就是实现到置业的梦想 没错 就是我们叫做中国人 常常有瓦碟头 希望有一个屋 那就可以家庭就比较好些了 好了 地是怎样来的 但是地是怎样来的 你们买还是怎样的 其实有两种 有些是捐的 有些是买的 有些人捐出来 没错 有些人买的 有些机构 或者是有些人 他们会买法地 或者是用不了法地 他们会捐给habitat 那真的挺好 没错 那你们选择的时候 会不会选择一些 因为平海人去的地方 不是那么好 但我见你有些都 市中心都挺方便的 他们最重要是看交通 交通方不方便 对 地区是否安全 除了这样 他们也要看看 学校会不会在附近 有没有公园 那些小孩可以去玩 方便 交通方便 因为很多人都要找工作 所以其实都是挺方便的 可能地就不是很大 可能是十几间 十几间就建出来 我知道你们通常都是建 Town House Semi这些类多些 没错 都是Semi和Town House 我们大多数都是建的 那些家庭在外面 那些家庭在外面 在外面 没错 因为容易建一点 容易建一点 正好 我们刚刚正在做一个project 是在那个家庭在底下 在底下 那些Town House 在上面 那些都可以省下地 好 那说了地怎么来 那些材料 那些木那些又怎么来的 是你们买的 还是有人捐的 那些材料 全部都是 只有一些人捐的 那么 那些材料捐 都是捐款 他们捐款来的那些钱 都是去买材料 没错 那接着就 你们义工开始做事了 那你自己本身在那里 是做些什么 我知道你也是一个义工 那还有怎么做法的呢 那我 我是 是 身为一个组织 是 那我是带领一队 一起去建 是 那 不相熟 即是不懂得建的那些 那我都会帮助他们 即是教领他们 怎样去建 哇 那很好玩 也挺好玩 那你真的不懂 那你怎样鞋 怎样鞋 怎样鞋 那你都教得到的 是啊 我们会拿去组织 是 就是我们会半天去组织 就是 确定安全 安全 是 那即是说每天 都可能 不是说之前 先要训练 40个小时 然后再去工作 你每天都 叫做 工作组织 在那里的位置 在那里组织 是啊 没错 每天的义工朋友 都不同 他们的背景都不同 是 有些未受过组织 我们会直接在工作组织 那我都可以了 你都可以 没问题 我都不明白 因为我平时不教得到这些东西 那就慢慢就可以学了 那既然 那么多背景不同 人的技术又不同 那你通常建一间屋 要建多久呢 那如果建一间屋 看看有多少个部份 大多数都是年纪左右 要年纪才建好 那最难的 譬如说 之前给的那些 foundation 或者电 那些 那些油都是你们做的? 那那个我监制都是 opeding umber 水渠 电 墊 屋顶 屋顶 还有那些砖 之后 枕棕 都人类做的 也是那个 其后 thing 你弄 Array 放大于椰浪 Southern 好的 组织成 iOS 没错 全部都是哈佛大那些义工朋友做的 那就是很有意思 你自己做了四年 你自己建了多少间房子呢 如果算了今年 我想也帮忙建了四十多间房子 那也很有意义 那我们也说一下 哪些人可以受惠 就是可以申请这些房子 你说也要看他们的背景 入息 是不是这样的 那就是要看他们的生活环境 有没有能力可以费一个贷款 那他们看着这个环境是否恶劣 还有他们肯不肯和Habitat做伙伴 我就是想问一下 怎样做伙伴 好像他们要做义工的 他们要付出500薪金时间 500个小时义工时间 没错 500个小时也不少 不少的 但是如果你做得来 我觉得过得很快 那就是他们自己都是Habitat 就是帮回Habitat 是 没错 好 我知道圣诞临近 你们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计划 可能会建议多数间房子 给人让他们去圣诞 可以有一个温暖的圣诞吗 现在到12月19日 我们需要2200个计划 建12间房子 2200个计划 只是大多人多地区吗 大多人多 帮忙建12间房子 可以等到这12个家庭 可以在圣诞前搬进去 那一定很开心 如果这12个家庭 就是搬进一间新屋 可以过圣诞座 如果有兴趣帮忙 应该怎么联络你们呢 那你可以去到我们的网址 HabitaphGTA.ca 那你可以进去那里看 那现在我们有一个叫 Home for Challenge 是叫H4Hchallenge.ca 是 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 不光是圣诞之后 都可以申请做义工 没错 谢谢 那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说圣诞节 你也希望大家都感受到温暖 也可以帮到有需要的人士 不妨跟他们联络 就是做义工的 刚才就是人人家园的代表 Danny想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工作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会有其他的环节 稍后见